新北市淡水 今天凌晨是發生一起死亡車禍 因為林姓女子涉嫌酒後開車 在同行友人行進民權路的時候 撞上現場交通維護人員 對方送醫搶救不治 警方調查之後發現 林姓女子先前是有兩次酒駕紀錄 也不曾有過駕照 這一次涉嫌開車肇事 就測值達零點七七超標 因此將她移送地檢署偵辦 行進管制路口 一輛雙門跑車呼嘯而過 車身突然晃動 駕駛還是繼續往前開 現場工人衝上前去 把駕駛攔住 因為有施工人員倒在地上 已經失去呼吸心跳 擋風玻璃破碎 保險桿掉落 整輛車卡在鋪路的柏油路上 由大型機具吊掛 這起車禍發生在二十一號 凌晨兩點 警方表示林姓女子涉嫌酒後上路 載著同行友人 行進新北市淡水的民權路 不顧交通疏導闖進施工現場 還直接撞上交通維護人員 造成她頭部嚴重受創 固執送醫回天罰術 林姓女子不只無照駕駛跟已經是第三次酒駕被逮 警方指出實施酒測值零點七七 依公共危險及過失致死罪嫌 這回因為酒駕駕駕大錯 跟釀成其他家庭破碎 記者 新北報導